所以我們已經到了 呃 研究室的那個那個營地哦 還有這是可以讓快速移動到研究室營地去 啊就是這個我還沒有必要過去吧 啊這邊有望遠鏡在這裡 然後還有很多吃的東西哦太棒了 南瓜派這麼少哦大概不一定要拿了吧 吃魚啊吃麵包啊就夠了 不然身上的話都站滿了 餅乾不要了好不好 餅乾不要這餅乾我怎麼會拿著餅乾的 蘋果也很多都可以吃的啊 這個應該也不需要了 是我的狗呢 我的狗又都不見了 所以這個可以看的比較遠嗎 好像不行啊 這個這個這個好像不能用啊這個 這樣用的不對啊 這東西要怎麼用用不了啊 管他我們是到了秘密研究室來了 秘密研究室哇塞 秘密研究室我們這邊還是要那個坑洞啊 哇這下面為什麼是岩漿啊 哈哈 他沒有人哦 有啊有啊秘密研究室只能開始出來了 太好了太好了 這邊是一個科學家在這邊哦 我們終於找到科學家了 你你終於找到研究室了幹的好 我看一下哦他說要我找一些那個DNA樣本 從那個偷獵者營地那邊得到DNA樣本 好我已經得到一個啊 然後上樓 啊一系列的研究啊就在樓上那邊 OK 所以就是我們找到那些東西之後呢 也就是啊動物DNA 然後還有一些什麼象牙什麼的 看起來應該都是要上樓那邊才可以繼續做 進一步的分析哦 然後我們才可以去 啊追蹤那個偷獵者未來的行動什麼的 啊這邊是要我們 GPS 我們要放10個GPS的標誌在那個犀牛的身上哦 哦 看一下哦 好 雖然我就知道 我就在想好像就是用這個去綁定的吧 可是他怎麼只有一個 哦 按下F鍵 就是在那個動物的三格之內 按下F鍵就可以幫他標記一個GPS 所以這個東西我本來就有一個啦 不需要你再給我了 對啊 我已經本來就有一個了 我還是拿他給我的這個好了 我之前自己自己已經不知道 不知道為什麼就拿到一個也是很奇怪 所以這邊有個GPS的Tracker 哦 欸 雖然是追蹤動物的嗎 我幫那個 他把犀牛給弄上去之後 這邊是另外一個GPS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塔的模型在這裡哦 這可以快速旅行嗎 不能 這邊這個塔是裝飾的而已 就跟他講一下話看看好了 啊 我還沒有把那個GPS的這個放上去哦 呃 拯救那個穿山 啊 拯救穿山甲 找到卡車 然後把這個 把那個追蹤器放上去 然後再回來 哦 等一下 那我有那個什麼嗎 放在車上的 他是要我把一個那個什麼GPS 放在那個車上面啊 剛剛那個貨車啦 就是那個 我們剛剛找到的 穿山鼠的貨車上面 要放一個那個什麼GPS啊 放一個那個追蹤器哦 這樣才能知道說他們到底都運送去哪裡 還有他們真正的大本營在哪裡了 所以我們在這邊跟他講一下話好了 他說你所需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正確的東西呢 放到正確的分析儀上面哦 然後再來就把那個拉桿拉下去 就可以開始做分析了很好 所以我們現在呢 有一個DNA對不對 有一個DNA DNA DNA在這邊 所以我們把DNA先丟到這上面來吧 他是這個意思 然後拉下旁邊這個是嗎 OK 所以他就會開始做分析了就對了 原來如此 那他不會消失嗎 看起來應該不會消失了 再來的話呢 還有這個穿山甲鈴片 還有這個犀牛角 還有這個大象的牙齒哦 就是這樣 他需要這些東西了 那我們現在要去放置這個 GPS的這個 但是這個是放在動物身上的呀 好像並沒有那個要我們放在那個 他們的貨車上面的哦 好的我想我把這個DNA先放下來之後呢 應該就要先去尋找一下那個 他們的其他人那個什麼 偷獵者的大本營呢 要先去把它找出來了 所以我們搭著這個車吧 剛剛從這邊走出來這邊又可以出去了是嗎 所以我們就直接從這邊出去看一下好了 這邊意思是有另外一個出口是不是啊 因為他們不只是有一個前哨站 然後可以當入口箭 然後另外這邊好像還有一個 因為這邊還真的是一個入口 哇你們這個 你們這個入口怎麼感覺有點明亮啊 感覺是不是有點明目張膽啊 還真的就出來了等一下 那邊有個洞在那邊了 一看就覺得很奇怪有沒有 一看就覺得很奇怪啊 所以果然沒有錯 那個應該就是偷獵者的大本營應該就在那邊了 居然就剛剛好是在這個秘密研究室的出口這邊啊 好吧 那要標記十隻犀牛的話呢 晚一點再說了吧對不對 晚一點再說了 我這邊還有很多的 我這邊還有很多的相片耶 可以拿回去放的啊 我是不是應該先回去一趟的啊 對啊我應該先回去一趟的喔 那就直接使用那個吧 直接使用 看看有什麼可以用的 欸我之前不是有那個地圖是可以直接就讓我 傳送回去的嗎 我好像上次一使用了之後 我原本有四個喔 我一使用了之後 他四張全部一起給我用掉啦 欸真的耶 就是可以讓我直接傳送到那個小地圖那邊去啦 那個那個東西居然被我使用一次之外 就已經全部都不見了 哇這也太誇張了吧 這一定是一個bug 好管他了 那我們現在要找的東西 不過就是一二三個嘛對不對 然後拯救這個就好 所以我身上還有三 欸四個空格啦應該夠用了啦 好啦就這麼決定了 就這麼愉快的決定了 這一定就是他們的大本營了 現在只要想辦法下去就對了 直接跳下去是不是 欸就用一個 那個是河馬 並不是犀牛 所以我直接跳下去行不行啦 會不會摔死啊 好像很有可能會摔死欸 或者我從這邊過去看一下好了 總覺得 應該有某些地方是可以讓我很安全的掉下去的 我已經算安全了啦 直接跳下去吧 就水裡面去了 所以這邊有這麼多的青胎石是 怎麼回事 然後我還有這個鎬子喔 在那個拯救小巷的時候 有得到一個鎬子 可以挖著青胎石啊 但是應該不是用在這裡了吧 很好 所以這一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開始往裡面走 開始有火把出現了 開始有火把出現了 這邊就是偷獵者的大本營了 絕對沒有錯 就是這裡了 喔這是幹什麼 欸那是一個牢籠 欸我看到那個發現器了 先把發現器先關了 先把發現器關了 不然他們又會 又會有一大堆人衝出來 又來打我了 關掉關掉 這邊的話還有烤魚可以吃 這邊呢 象牙出現了 我已經被打了 我已經正在被打了 打什麼打打什麼打 打 要你打打 好所以我也得到象牙關 喔動物DNA這邊又有 喔太好了陷阱 現在有20個陷阱了太好了 這個陷阱我好像是要拿回去販賣的吧 對不對 所以這邊就是往那個大本營進去了 但是欸奇怪 這邊是一個洞欸 大本營的洞 那剛剛上面上去還有一個像是牢籠一樣的東西 我們應該要過去那邊看一下吧 那個牢籠裡面到底是什麼狀況 他不是說有那個關那個穿山鼠的地方嗎 欸穿山甲 為什麼說穿山鼠 穿山甲 是不是就那個啊 那個牢籠就是關著的吧 所以我們要上來這邊看一下 呃有有有可以拿的 可以拿的就拿一下吧 我應該去買一點裝備再來的啊 這邊總感覺會出一堆人的樣子欸 對啊這邊真的感覺會出一堆人欸 好危險喔 而且他這個家伙目前是這個裝還可以打得到我 喔這邊好多TNT喔 幹嘛啊 喔關掉他關掉他 有鑰匙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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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被打了 去死吧你們 呵啊 所以應該他們還有一個地方 天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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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這邊又有一個這個了 所以原來他是 喔對他整張地圖應該不太可能就是只有二 只有20個家 絕對是超過20個的 那我們現在還有什麼要找 喔鱘片對不對 穿山甲的鱘片 然後還有那個 犀牛腳 象牙已經有了 哇這邊又有陷阱了 太棒了 呃動物DNA的話因為我已經拿回去研究他應該只需要一個吧 啊果然沒有錯在這邊 等一下所以他是怎樣 我可以把它開了嗎還是怎麼樣的 他不是就知道我們拯救這一些穿山甲了嗎 對啊 難道不對嗎 不太 看起來好像難道不對嗎 這前面好暗喔 這邊的話呢還有一些喔哇哇哇是紅石線在這邊啦全部都是TNT啊要可以引爆的 他們為什麼要把這邊 他們好像是這邊是正準備要把這邊給炸開的樣子喔是要幹什麼 這邊是要他們要真是完全建立他們大本營這邊好像我不知道為什麼救不出去耶 诶 這邊怎麼會有一個名字在這裡的 喔這是那個硬幣啊剛剛那個人已經被抓走了所以我們繼續往那個坑洞裡面去好了 必須如此 我覺得應該是要到那個大坑洞裡面去的 因為這邊還要過這個橋嗎總覺得好像 好像這邊進去才是真正他們的真正大本營的感覺 走吧過去了 好多坑啊這個這個橋怎麼搞的啊 诶你們橋怎麼搭的 太不專業了吧 你們這橋搭的喔是會讓人掉下去耶 你們自己在走的時候真的安全嗎好的 所以看來是要往這邊走了哇果然沒有錯這邊又有一個發現器在這裡了 先把他關了嗎先把他關了以免又有人來已經有人來了 很好 三三下解決 陷阱 陷阱 我得找到其他的其他的東西才行 喔看到了這是鈴片了 這是鈴片了鈴片也找到了 然後再來就是插犀牛的腳了 犀牛的腳 犀牛腳 犀牛腳不知道在哪裡會有 我覺得找一找應該會了喔 喔這邊有一扇門 這邊有一扇門 喔鑰匙孔 所以鑰匙是在這邊用的 OK 喔我已經拯救了 喔原來要拯救的是在這裡喔喔 原來要拯救的穿山甲落在這裡啊 哇全部都 欸裡面有一個人欸 所以你也是被關進去了嗎哈哈 你也是被關進來了嗎 你可以講話嗎 你幹得很好 他給我一個這個是穿山甲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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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徽章在這邊的穿山甲的徽章 太棒了 他說 呃 所以他說我們要找到他們在使用的那個卡特貨車喔我已經找到過了 我已經找到過了 喔 所以這個就是那個標記器啦他們是要我們用這個標記去去那個 放在他們的那個貨車上面啦 原來是要先來這裡喔 意思是說我剛剛其實是已經跳過一個階段 很神奇的就跳過了一個階段了那 東西還是有點太多了該怎麼辦 不需要的東西呢就應該要先把它給丟了吧 有什麼東西不需要的嗎 感覺所有東西都需要我是覺得這個 夜市鏡好像沒什麼用 或者說是食物太多了吧 先把它丟了好了 OK我覺得東西太多了真的也不太好 所以他我們是找到那個貨車然後把這一個 GPS放在他們的貨車上面是這一個而不是這一個 喔所以這個有兩個 這個是標記那個所以這個先不要丟了 這是標記動物的嘛對不對 對不對我才發現他們的說明其實有點不一樣喔 那這個呢就是剛剛那個 研究人員給我的 那這個的話是我在路上撿的吧 路上撿的我就在還給他們路上丟回去就對了 好我們再看看跟他講一下話有什麼 喔然後再放上去之後再回到那個秘密研究室喔 他們就會追蹤那個卡車 原來如此原來是要這個樣子啊 所以說我們現在可以先上去了對吧 你把那個穿山鼠都已經拯救出 穿山甲都已經拯救出來了 這邊但是 啊犀牛角我好像還是沒有找到 哇塞那個懸空的你這個可以捕捉得到什麼東西啊 但是對耶犀牛角我沒有還沒有拿到耶 但是他這整個地方我好像都已經全部都已經探索完畢了呀 但是沒有拿到犀牛角耶好奇怪啊 我有漏掉哪裡了吧 不然怎麼可能 這邊有個河馬在這裡喔 我應該是有哪裡有漏掉了吧我還沒有找到犀牛角耶 這是象牙 象牙然後還有這個是鱗片 欸 真的耶 很好 難道說他都只有一個而已嗎 剛剛動物DNA有一大堆啊但是怎麼 找了個老半天犀牛角還是沒有找到 這邊再往深處看一下好了 這邊深處看來就沒有什麼東西啊 那我就順著原路先返回吧 也許等一下可以先到那個秘密研究室去一下 欸各位各位我在這他們這這個這個地方啊就是這一個 牢籠的下面旁邊這邊有地圖嗎我拿了一張來看 在這張地圖的這邊好像是有一個 他們好像是一個港口在這裡還有一艘船 然後船的左下角還有兩個 還有兩 還有兩輛大車的樣子耶 好奇怪的一個東西喔 那這邊的話是可以繼續往上嗎還是怎麼樣的這邊好像還沒有救出來這邊的怎麼辦 怎麼辦還沒把他們救出來我想把他們給救出來 好像救不出來但我們往上面去看一下好了 這上面感覺還 剛剛是沒有到最高這邊來看嘛對不對 還是得上來這邊看一下也許說犀牛角會不會在這上面 沒有耶 一樣是硬幣什麼的 然後這邊這個能不能把他給弄掉啊 好像還是撿不開的樣子 等一下這邊可以上來 喔 這邊還有人啊 原來如此 原來如此 趕快趕快越過他因為他等一下會繼續打我所以這個要先關掉 原如此人又出來了 你都已經 都已經掛了還想要一直這樣子追著我嗎 所以這邊的話呢是有這條道路可以沿著下來但是 我現在是要去找到他們的車吧 我找到了犀牛的角在這裡啦 所以這個應該不需要了 犀牛角也有了但是 應該都各一個就行了啦所以我就拿一個就好了 這個硬幣已經擠不起來硬幣居然已經滿了 那我就順著這條道路一直往前面走吧 應該一樣可以找得到那一台那一輛他們的車的吧 他們應該就是從這邊 呃 關著喔 他們是在那邊關著然後準備等車再回來之後再運到車上然後再讓車開回去開走的吧 所以順著這條道路應該走就可以找到 呃他們的車了對 這個喔這個應該是那個大象的那個村莊吧 對啊那應該是大象的那個村莊了啦 現在 現在的話要去找那個車喔所以那個車的話呢也許是在往 剛剛的反方向去了才對 好啦我們又回來到這裡了 這個 這個照相機還在這裡啊 太神奇了 我們 往這邊上去吧這邊也是有一條道路的樣子 沒有錯這邊一樣是有一條道路哇塞這個 這陷阱都給他拿起來了 雖然說啦沒什麼那個必要啦 還是拿一下吧 這是這是他們車開過來的地方嗎還是什麼的 我得趕快找到他們的車然後放置一下那個GPS啊 果然沒有錯這邊這邊還有這條道路過來就到了這裡了 果然沒有錯果然沒有錯 果然沒有錯我已經找到了 所以要在這邊把他的GPS給放上去 好很好 所以要怎麼放 他怎麼放放在哪裡 可放置在螢光石上面 螢光石 螢光石在 螢光石在這上面放一下 好很好 很好 一切都已經準備就緒了 好了我終於又再一次找到了這一次的話呢牆壁上那一個 按鈕應該是可以給我按了吧 直接快速移動過去就行了果然還是可以按 太好了太好了 直接過來了直接過來了的話 我直接就把該給的東西該丟的東西都給一下了吧所以 像現在這個是 車上已經安裝了GPS了所以應該就可以來找他了你人呢 你人呢 人呢 人應該還在但是他怎麼 诶 诶 難道快速旅行過來會出問題 What What 開玩笑了吧 這個人還在下面那個人就不見了 好吧他又是講一樣的話 好吧 雖然我們先一個一個先丟了吧管他那下面的人為什麼不見了 我們先把東西往這上面丟這個是象牙對不對來 對了 這是犀牛角 犀牛的角來吧 那DNA還在嗎 DNA已經不見了這樣子他還能夠那個嗎成功的 成功的分析嗎 我開始分析了 DNA任務完成所以我們DNA的任務已經完成了 雖然說這邊DNA已經不見了啦 但是我們這個也算完成了是嗎 完成了是嗎 我已經完成了你會講一些其他的話 所以我到底是為什麼要弄這個東西了 他說我任務已經完成了但是我總 總覺得好像沒有完成那樣子 有完成跟沒完成是一樣的 他們人終於出來了 奇怪了 剛剛為什麼不見了呢 所以是在找他對吧 他說感謝你喔 我們就可以追蹤那些偷獵者啦 到他們的主要出口的地點啦 OK OK 所以就是這樣子 哇 剛剛這邊怎麼動了一下 好神奇喔 然後呢 喔 這邊多了一個任務 我們要找到偷獵者的基地嗎 不是你找到過了嗎 喔是他們的另外一個 更更加廣大的基地是嗎 喔喔這邊才又終於是出來了這個東西啊 剛剛不知道為什麼一直都沒有出來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看到他是 繞著這座山然後往這邊去了的 但是路上這幾個點到底又是什麼東西啊 欸你可不可以 你這個 你這東西可不可以再 明顯一點啊 能不能再明顯一點啊 但看來應該是繞著這個山 然後往左邊去 之後是往左上角那邊去了啦 呃 所以說是看這張地圖的話 看這張是對的嗎 好像是不對的 因為山在 山在這張地圖的 我現在所在地是在 這個的南邊了嘛 所以 應該是要在南邊這邊 所以 我 看他那個地圖這樣子顯示的話呢 應該就是說 我應該是往 這個方向去就對了 等於說是往 呃 這個地圖的左上方去的意思啦 對 所以如果是那邊的話 我現在到底面對的是哪邊我也不知道了 因為我並沒有在這張地圖上面出現嘛 所以我們應該是先設法出去然後呢 看樣子應該就在這山的左上角那邊然後呢我們就可以在這邊可以找到這個 我們應該是在這張地圖的右下方如果照這個方面來看的話一直往左上面那邊去的話也許就可以找到他們的車還有他們的船了對 順便是要順著這條道路一直往外面過去就可以找到他們真正的營地了吧什麼的 那我們就出發了吧那現在我覺得我應該是要先前往那個 回家一趟把該放的東西放一下 這邊就可以回家了吧這邊 哎 哎 哦 直接把我傳送到出來到這邊了 所以呢 我們要搭車的話呢就要從這外面這邊搭這邊的車出去了 待會兒呢我們再回來這裡然後 來看看我們要怎麼往那邊去吧 哦太好了 所以現在就好 有一些動物的已經全部所有照片都有那有些動物的連個照片都沒有因為 獅子我看到應該先都要拍照了對不對 但是我好像都沒有去對獅子拍照 再來是這一個 啊這先把他放上去吧 然後 我們還有獅子的徽章還沒有得到 長頸錄的等一下換一下就有了 犀牛的啊 這個犀牛的應該就是在標記了這個 標記了他是要標記幾個啊 十個還是多少個 標記完之後應該就會得到這個徽章了然後 這個長頸錄的是要去交換的嗎 再來就是最後一個獅子的看怎麼獲得 啊 啊 獅子的這個 徽章的是在 船上面啊 所以船上面有有獅子被關起來了啦是這個意思喔原來如此 然後這個東西的話我就把它放著吧 對 感覺收集的東西真的蠻多現在身上又空了很多空間出來差不多我們可以繼續出發 好所以就是找他了 我們直接給他20個的換一個這個太棒了 太棒了 長頸錄徽章也有了 所以我們再回去把長頸錄徽章給放一下好了 喔大家看這邊已經越來越多東西都出來有沒有 真的是 所以呢應該是看樣子應該就是從這邊啊 啊 嗯 他們在這個山上然後繞一個半圓出去然後應該是從這邊要出去了吧他們應該是這個樣子啊 好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現在就差最後的兩個徽章啊 最後兩個徽章就是這個是犀牛的 這個是獅子的就是這樣 所以呢我們現在去找到他們的船 應該就是這張地圖上面不是你 這張地圖上面顯示了這一艘應該真的是船了這上面一定有獅子在這上面 我們知道把它救出來就行了 所以我們應該又會要過去之後又要開戰了吧 哈哈 哈哈 其他東西先往裡面先放一下好了走出發出發我們該去找船了 哎呀這下面這是什麼東西 這下面這是什麼東西 我是一直沿著應該是沒錯啦 哎呦果然這也是他們的大本營之一喔 這個地方我沒有來過對不對 所以這邊沿路的話應該都會是他們的大本營了 喔原來如此原來如此原來如此你幹什麼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 蛤 蛤 蛤 打死再說了打死喔 我應該去買裝備了 我忘了去買裝備哇他們人一直出來啊 果然這邊是最後他們的大本營了吧 啊這邊他們怎麼會有吊桿在這裡的管他的 沒有什麼 喂來吧 就在你們的屋子裡面跟你們決戰了 就這麼決定了 就這麼決定了 去死吧 我知道我還是有辦法解決到他們所以說 這個方向應該沒有錯一直往這邊去就可以找到他們的船了應該是的 然後營成了 那個方向應該有用的 如果我再寄了 那麼我應該是想說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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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看